哈喽大家好 了不起的阿燃肉上線了 今天我們來吃一家 據說是上海蟹黃麵中 愛馬遜級別的蟹黃麵 他們家一共有兩款麵 一碗蟹黃金360 一碗蟹肉肉好像是72吧 一碗 其他就沒有什麼可以選的了 目前的話有一款醉蟹 然後據說用的是六月黃 店裡特別土豪的一點就是 伊雲聖培洛 然後現在還有酸梅湯 唱一碗花生唱吃 那我們就去感受一下蟹黃金吧 走吧 這一個很可以的 裡面是江湯 因為蟹還是比較寒的 有一點只能有暖胃 他的餐前還送了兩個蓮蓬 怎麼還有酸啊 那邊轉成這樣了 很鮮灰啊 那我們的醉蟹和蟹肉肉就先上嘗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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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酸的 他的這個麵 麵粽整體發黃 據說裡面是加的有南瓜 整體的麵粽 是比較偏向於有嚼勁的 但是我覺得蟹肉肉的味道稍微有點大 好了那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蟹黄金 360一碗我感觉吃的都是黄金 甜的味道 大戏蟹黄金上来了 据说这一碗面用的是6公6的蟹膏蟹黄 这个蟹黄金感觉确实要比蟹肉 蟹肉的那个鲜味和浓度要稍微高一些 面身的味道也很淡 是想敷出蟹的本身的鲜味 感觉空口吃蟹黄金 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们试一下加一点蟹醋 好香 蟹醋太酸了 这两份面的话它的凤凉其实不多 那我们问一下服务员看可不可以再继续加面 你好 就这边的话如果是可以加面的 加面的话是那个稍微还是免费 那稍等一下 这边是免费加面 所以我觉得如果胃口比较大的话 可以免费虚面倒也不错 我觉得可能冬天来吃的话 跟那个蟹膏蟹黄会更肥一些 有一点奶甜奶甜的 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椒盐的那个味道 很像是奶油花生里面 让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黄的醉蟹 然后它是鼠醉蟹 一只50块 它的高红它是挺豪满的 先买了它的皮骨去掉 把它的盖子去掉 三核心 记得吃蟹都一定要去掉哦 它的酒味好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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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口一下就全是高 半只二十五下就没了 好了 好了 来总结一下 我觉得蟹家大院 三百六十一碗蟹黄金 真的很贵了 但是上海这边不差钱的人 真的很多 所以中午饭点的时候 就是 这边的话全部都是在排队 味道嘛 两款面的话 整体味道都偏淡 蟹黄金会比蟹肉肉 稍稍浓郁一点点 面身本身的话 味道都挺淡的 因为是夏天嘛 蟹本身都不大肥 所以蟹膏的那种 黏嘴巴的浓郁感 浓稠感 倒还没有体会到 不过空口吃这么多蟹膏蟹黄 真的还是很幸福 所以如果你是想尝鲜的话呢 可以两个人点一份蟹黄金 然后它的面是无限量加的 除了两款面呢 那个醉蟹的味道是还挺好吃的 五十余一支 可以试一下 好了 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记得关注两个其他 然米键三连 谢谢 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是推荐的餐厅 可以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里告诉我 下期我们会在观众老爷们 推荐的餐厅里面挑选一家 去尝试一下 那希望大家多多互动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然后送了一份伴手禮 看一下 看这个是胶啊 哦这个是同款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